我现在在拉萨一个很偏远的郊区 今天早上我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地址 他告诉我在拉萨边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它是个拆车厂 他经常在里面找到一些很稀有的拆车件 甚至还能去找到一些特别稀有的整车 像什么陆寻的LC80还有红山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就打算去试试看能不能捞到宝贝 准备了吗 OK 走吧 这里就是已经能看到很多废道车 这应该是一个老德雅阁 哇 从远处看一台LC80 前台已经没气了 估计已经是暴飞车了 这一大堆的废弃的轮毂还有轮胎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一些SUV或者大货车的胎 哇 这全是保险杠是吧 还有后视镜 还有车门 对 这是你们GLE的银杆吧 再来逛一逛 哇 还有一个脚盘 这个应该都是可以拿下来直接用的 后边藏了一个东方红的拖拉机 所以我发现这不只是有一些校车的 你看飞度还有探险分线的 而且你看很多灰了 这些自用应该是一些家用棉包车上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越野车 这拉花就很明显这什么车了 这个是油箱 哦 这个门很新 感觉很厚重 这应该就是大货车的油箱比亚迪的灯 这里的总成应该都在 这里是比亚迪F3的前大灯 好灰啊 对面还有各种样的轮胎 你们看一看 这都是拿车牌照写出来的 然后上面会写165 70 13 就是轮胎尺寸如果规格合适的话 它能带走 这里按道理还是比较全的 但是轮毂跟轮胎我们不是很需要 但这个地方对一些很多开车自驾来西藏的朋友 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如果你的轮胎在路上换了一个问题 然后一个轮胎大概就在大几百块钱 或者一千多块钱 你就可以来这个地方稍微硬个旗 然后回家我们再进行更换 如果你们想知道地址的话 也可以私信我 这个里面是啥 你看看这四辆车了吗 我好像那时候三菱在敬畅 四辆 四辆都是一模一样 哦 这辆车的全称应该叫双龙新大地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的结构 来自于韩宫双龙车 虽然说双龙这个品牌的吧 就是给狗狗都不开 但你看它的所有的质感 当时是我记得好像是30多万 要进军中高端越车市场 你看 所有的桃木质感 还有所有的按键 哇塞 质感非常的棒 不敢 大家听一下 当时双龙的品牌 是一个两个环 这还是一个手动的 应该是一个四档的变速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发动机 虽然整个车是韩国制造的 但是所有动力系统 全部来自于德国的奔驰 这是当年戴姆勒吉特曼 跟双龙集团打成一个合作 可以属于它的气缸 大家可以看到奔驰的名牌 哇 这辆3.2升的发动机 运用在当时的E级 当时的M级 还有当时的CLK 都是用这款发动机 所以这个是非常硬派的原因 而且是一个非承载式的车身 我不知道这四辆车是有什么故事 就是停留在这边 我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公里处 7000公里 看到吗 7800公里 哇 整车的质量非常厚实 这样吧 我们先过去 我们把每个展厅都看完了 那个是轮胎 我们暂时不需要 然后是一些翼子板 前宝杠 还有车门什么的 我们也用不到 但我觉得这辆7000多公里的车 比较蛮有优惠力的 是不是 我们先出去 我们一会儿去找一下老板 我们再逛一逛 看能发现什么宝贝 哇 我感觉每一个仓库 都是一个宝藏 山洞灵工的拖拉机 哇 这应该是推土机 这是一台什么车 10代 这好像是一辆带斗了 应该是一个尼桑的纳瓦拉 斗已经被卸掉了 哇 备胎还在 这个轮胎是一后换的一个AT胎 哇 我感觉好可惜啊 这帕萨特 这是就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了 这台老的Else也是 一个牛头标 还是一台V8的版本 哇 好可惜可惜 这简直就是一个汽车的坟场啊 走 你先往下走 这是一个拆解一车间 哦 里边还有很多线车 啊 又是满地的都是普拉多 这是一个捷达 对 这是一台LC的80 80的版本 哇 开开啊 中控的车机 是一台手动的版本 可以看一下它的发动机 哇 看 可不可以打开 你要知道LC的80 哇 开开是有点技巧的 哇 哇 好沉啊 哇 看到硅谷的风扇 整个机舱飞上的孔 就是这么原始 啊 不行 不行 我说了 说不了 哇 丢 啊 这个你们就知道 这台车为什么厉害 第一是它的器械素质够硬 第二就是它的散热系统 一般在城区开这场车 它的水温都不会超过水温线的一半 一般是跟着你的转速来 转速越高 它的水温都会升高 转速下来之后 它手温立马就会掉下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LLC 可以在这些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 能够带下来 哇 这也是一样 可以看看它直热6缸的发动机 其实钢体非常的小 慢慢逛 这台车老远我们就能看到了 北汽的212 直接的四缸 星光的发动机 大概已经未完全120度折起来 哇 很复古啊 看到没有 四驱 各种各样的零件 这又不知道哪个手扶枪 刹车片 还有火花塞 还有雨刮 只能找到了斯巴鲁就好了 但是找到就怪了 逃到精神 不是没有可能啊 但是我觉得搜这些车 需要跟老板请示一下 我们只是过来挑配件 应该是 这是什么车呀 这不像是德系 诶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的 可以确实告诉我一下 哇塞 这辆车已经少人这个样子了 好可惜啊 诶 宝宝 这里边好像有辆车 走了 老板好 我们走不让进 他在哪儿 他在那儿 铁平后被打电话好像在叫人 不是 诶 这不是我们花钱来买配件啊 不让进 前面都能推进 他为什么这个不让进啊 我哪知道 他就是不让进 赶紧走吧 走 宝贝 今天晚上我们先回去之后 问一问当地的朋友 我们再来一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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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